贝鲁特单地时间6月17日,中国第20批复离维和部队应当地政府社区发展中心的邀请,派出医护人员赴黎巴嫩南部地区日不肯镇村庄开展议诊和捐赠活动,缓解单地村民救医难问题。 日不肯镇村庄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曾经是多年战乱的前线,医疗条件十分薄弱,百姓长期面临抗病难的问题。 听说中国维和部队的医生来议诊,当地的村民排起长队等候。 本次议诊,我们派出内科、外科、口腔科医生和护士,携带多种仪器和捐赠药品,为当地村庄的老人和妇女儿童提供免费歧检和医疗救治。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中国维和部队除了疫诊和捐赠药品外,中国医生还耐心为当地诊所医生讲解药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并在疫诊过程中培训诊所医护人员,传授他们医疗知识,为村庄诊所常态化开展医疗服务打下基础。 我们会感谢,我们会 teräobra批准作与道教育一切,学生发表我们的博? 感谢 Sie're very聰明的这么多,我们也may直到等多时也未来什么是助手。 但我们没有任何接触我们, won't help我们. 议诊活动当天 接诊当地村民80余人次 发放药品60余种 通过这次爱心议诊 部分缓解了当地老百姓 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加强了当地老百姓 对中国决一的了解 加深了我们与黎巴嫩人民的友谊 据了解 这是中国第20批妇离维和部队 第十次向黎巴嫩村镇 捐赠医疗物资 累计捐赠药品金额20余万元 可较大缓解当地目前存在的 医疗物资匮乏情况 至2021年8月部署到位以来 中国第20批妇离维和部队 在顺利执行各类维和任务的同时 面向当地民众 以疫症和捐赠等多种方式 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